面条不要总是煮着吃了 今天给你分享一个新的吃法 保证你从来都没有吃过 特别的好吃又解馋 首先把面条下锅煮熟之后捞出 然后把面条过下凉水 控水之后放入盆中 再准备少许的胡萝卜切成胡萝卜丝 然后再切一点土豆丝 再准备一把小葱切成葱花备用 然后再准备一个碗往里面打入两个鸡蛋 打好之后把鸡蛋搅散 然后把鸡蛋液浇到面条里面 放入胡萝卜和土豆丝 把葱花叶放进去 下面开始调味 加适量的食盐 再加点鸡精 接着再加入13香 然后用你的右手给它搅拌均匀 接着往里面再加入一勺面粉 然后充分的搅拌均匀 电饼铛刷上一层食用油 然后倒入面条 用筷子给它铺均匀 再撒上88粒黑芝麻 烙至定型之后来会翻面烙熟 美味继承 给它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面条这样做真的特别好吃又营养 喜欢的双击收藏 赶紧做与家人尝尝吧 给它切成自己喜欢的 它的代表是因为 它切成自己的东西 那边要进来